12月14日 美南传媒集团在ITC举行圣代party 董事长李卫华 美南新闻社长朱晴晴 ITC总裁Jim DN Commercial公司董事长Danny 巴基斯坦驻休斯顿商务代表 中国人活动中心董事长杨宝华 以及美南集团全体员工参加庆祝活动 请看本台记者陈铁梅的报道 董事长李卫华在活动上致辞 他感谢多年来有这么多的好朋友 一路相互支持 携手合作 共同走过几十年 打造了一片天地 今天我们在一起庆祝圣诞节 将来会更加紧密地合作 创造更大的辉煌 DN Commercial董事长Danny在致辞中说 他曾经作为市议员 为亚裔社区的发展积极发声 争取社会的资源 同时他也非常感谢李先生给社区打造的国际平台 使亚裔社区得到了主流的关注 他还对Party的来宾说 你们当中有中国人 越南人 菲律宾人 墨西哥人 巴基斯坦人 非洲裔等 国际贸易中心是一个真正的国际氛围 ITC总裁Jimmy也表示 欢迎大家的到来 他代表ITC祝大家圣诞快乐 要去做钱 所以我希望我的副教组 Jim能估订了一些 对比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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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期待到2023 她就像我一样 我还有一样的男人 她就像我一样 但是谢谢你 Mr. Lee 我喜欢你的视频 你提到的 国际 很多人都说国际 但是当你来看他们 他们不是国际 看他们 看国际 看国际 我们有些人 从不同国际 从 Philippines 从 Mexico 从 Vietnam 从 Pakistan 一 二 三 美国际思诚 Yay